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发现他们人造花有问题 人造花有问题 我看到是英文的商标 我想可能会输送到美国 而上面的商标 什么都一会儿做人造花 一会儿做外国小旗子 一会儿做什么足球 所以我就要想办法揭露他们 所以我就偷偷写信 把这些商标贴在这个信上 就揭露他们生产出口商品 而且他们在里面是暴力的殴打 每天暴力的殴打犯人 Chen Po-Kong 成功继续出了她的禁军 她来到英国 然后到大会儿 一位非常自然的贴族 一位非常勇敢的贴族 他提供了这些证据 他的名字是 Chen Po-Kong 一位年轻人的教育 专业的活动 在中国的活动 他提供了一会儿 《加图》 還有号参加 第十曆 IT